這片農田種著一顆顆碩大飽滿的高麗菜 但是你知道嗎 總沒幾步路 一看對面 竟然就是台積電在日本的熊本場 即將在2月24號就要開幕了 可以說是一條馬路隔著兩個世界 一邊是半導體大廠 另外一邊竟然是一片綠油油的農田 那麼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廠區 它外觀也是走著這個日式的風格 他們是這個灰色還有白色設計 外面也有圍著這一個植物的造景 可以看到其實在現場 也是有許多的工作人員 他正在維護四周的環境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對於門面是非常重視的 一眼望過去 其實他們這裡廠區加上土地 其實是大到23公頃之大 好 那麼他們是目標說呢 在這個開幕之後 2024年底四季可以量產 2024年底二廠動工 好 那麼月產目標是12寸晶圓 超過10萬片